王金平将一话昨天立法院首度碰面临互动 但是呢在议事堂里面在野党抗议马英九涉嫌违宪发动政战 那么今天上午呢 马总统到台中成功领去落军的时候不做任何的回应 而且也不准现场媒体发问 看得出来还是非常敏感 一掌声欢迎总统立临会场 民调掉到十以下 但马总统成功领落军行程皱走 只是从下车进门到上台致辞 王金平相关话题不能聊也不能问 国军发生了洪仲秋不幸往生的这个个案 违法滥权所造成的不幸事件 但是对国军的形象还是有相当的影响 烫手政治议题不聊 反而提洪仲秋事件后续的司法程序 但外界真的好奇 前一天王金平和佳颖化在立院碰头零互动 但一时堂场内声音不断 马一九纵使没有到场 却遭到炮轰 批做法违宪 难道马总统都没有话要说 面对在野党打算发动抗争 马总统不回应 马王议题也坚持不在公开场合讨论 坐在主桌的马总统 这一趟落军之行斩笑颜 想用军方准备好的午菜二汤 饭吃得下 但九月征战下一步要怎么走 或许就是马总统笑容背后 还不能说出口的 那解释 中天新闻六日公益的 爱心小组台中报道